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川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观察 两个中国社会非常独特的现象 一上一下 往下说中国现在可谓是遍地献中 就是这种报复社会的这种事件 我们称为张献忠那个献忠 那么这个遍地献忠事件 截止到目前5月份 5月19号 5月20号 人数发生起数 已经全面地追上了中国4月份 也就是现在已经有27起事件 这5月刚过了三分之二 这是底层的这种利器 上层从脱口秀 House被抓走开始 那么民众既然不能为House说话 那么就开始采用这种斗争阔代化的方式 试图拉更多的明星 当然没想到把这明星怎么样 但是想把这个事情闹大 发泄自己不满 其中最吓人的一个 就是叫枪毙王妃 就是这个香港最著名那什么天后王妃 我很喜欢她的歌 但仅限于她的歌 这事很惊悚 我们知道事实上不可能 但是民众喊出了这样的呼声 它背后就有它独特的政治逻辑 而我看到不管是底下的县中还是上面的王妃 他都在用独特的这种视角和方式来扭曲中国的统治根基 换句话说就是扭曲当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治根基 这个事情有点绕有点微妙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么这事从何说起呢 这事得从耗似被抓 然后网民投诉无惊开始说起 昨天我发了这个社区说说 但是我没有时间再加录视频了 今天咱们正好把这稍微顺便两三句过一下 简单就说你看图片 就是说有网友就投诉 叫演员无惊涉嫌严重侮辱中国军人 他的理论依据只有一个 就是说他拍的战狼把中国的军人比喻为狼 是严重的侮辱 说狼和狗都是一种生物 狼就是未驯化的狗 狗就是驯化了的狼 而且狼一般在文化中以凶残残暴的形象 来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什么大灰狼啊恶狼啊等等 那么这种形状不符合 不拿我们百姓一针一线 一针一线的这种解放军的这种精神 所以他进行投诉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想用魔法打败魔法 但是可能是受这个事情启发 今天王妃这事就来了 我们同样看图片 今天网上就有人就发出这个言论说 另外我也支持枪毙了王妃 他在红豆里唱那句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也是问题很大的 就算不枪毙也要调查一下 那首歌词我还记得就是红豆吗 什么 就那首歌 它里边有一个什么 相见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林熙的歌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但我们都很理解 这个歌的意境本身很好 但是放在眼下的中国就能鸡蛋里边 它就能跳出骨头来 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 胡说八道 我们当今胜上的习主席 他的这个精神就可以永垂不朽 地球都停转了 我们习总书记的思想都不会停转 咱们的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对吧 他是可以往这上面靠的 那不就是上纲上线吗 中国人民经过了十年的文革浩劫 别的没学会 上纲上线 那是每一个中国人 只要智商不低 那都是基本操作 克及我们骨子里和DNA里边的 跟我们体内的元素周期表一同存在 所以这就有意思了 你想想看 这事虽然说实际上有关部门 根本就不会处罚吴京 王妃应该也不至于 对吧 毕竟人们是上层的 上面有保护伞 只要保护伞不倒 他们不会有事情 但问题是 为什么是什么逼迫的百姓 发出这样的声音 是什么逼迫的中国 很多人现在每天在网上 下载大量的这些明星 以前恨不得比美国国税局 还厉害 倒查20年 看看在过去 咱们盛上没有登基之前 中国比较开放 言论开放时期 看看那个时候 都有哪些明星 有一些不当言论 挖出来 你随便咱们拍脑子想一想 对吧 老郭的就不用说了 老郭肯定是躺枪的 这过去20年 老郭要真是文革里边 被枪毙五分钟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很麻烦的 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那些周立波 学那个温家宝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调侃那个温家宝 这不是一样吗 都是一样的 所以眼下的中国 有关部门你可以禁言 你可以把这些人封号 你可以找这些人喝茶 但是还是那个话 种在百姓心里边的不满的种子 是在不断的发芽和成长的 白纸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你仔细想想 白纸运动跟以前任何一场运动都不一样 我们之前做过详细的分析 有个人我还记得 我当时怎么说的 白纸运动以前的革命 是要先进行串联 要宣扬我们的思想 要沟通我们的意志 然后我们什么时候罢工 举行游行 这是这样的 但白纸不是 白纸是把所有共产党 或者中国政府 把所有的百姓的痛苦 把他们都压到极限之后 等于客观上 帮所有的中国人 或者说帮所有中国有血性 有脑子 不是粉蛆的那些年轻人 把他们的内心的情绪准备 意识形态三观都准备好了 虽然他们平时一个人都没有说 没有任何人去串联 去中心化 没有任何人去串联 中心就是党 中国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党 所以当这个条件准备好的时候 一个女孩举起了白纸 啪一下 就像火把掉进了汽油一样 啪一下就全烧开了 现在眼下 House这事也是如此 别看House只是一个 不怎么出名的一个 都不能算是一线 二流的脱臼演员 但是真正让House被抓之后 是政府搞文字狱 他剥夺的是百姓 在现在这个996高压内卷的社会 不多的那点快乐的权利 你们这么做 我把话撂点 你们同样是在为下一次的 不管是白纸黄纸还是黑纸 你们在给他们做铺垫的 绝目人竟是我自己 你说这个神不神奇 然后王菲这个等会儿别着急啊 后面还会说 但是咱们需要插播一段啊 聊聊中国底层县中这件事情 中国报复社会的事件过去其实一直不少 咱们过去也说了很多什么欧金中啊张扣扣啊 但是进入今年解封之后啊 不幸被针头严重遍地县中 遍地出现 有网友统计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27起 这5月份可刚过了三分之二啊 所以我呢 我想给大家读一下 网友整理的这个县中的名单 有一点枯燥 要花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每一起县中的事件 都是一个被逼迫到了 委屈到了不行的 压抑到了不行的灵魂 跟他们的遭遇相比 跟那些受害人相比 我觉得我们忍耐个一两分钟 听我读一下 应该不是太过分 好吗 我尽快咱们可以过一下 大家直观地感受一下 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尤其是很多生活在海外的 生活我冲在中国墙内翻墙出来的网友 就在你们的CCTV歌功颂德之际 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发生了这么多悲剧 而这还只是爆出来的 还有更多片远地区没爆出来的呢 对吧 咱们快速的过一下 首先2023年5月1号 山西定香县洪道镇西社村 旭国强出律后 对于陷害自己的村长及家人 把他们绊掉了 然后5月4号 这日子都在坎上啊 2023年5月4号 湖南诸州南下行驶的K435列车上 27岁的某人被连中束刀 然后2023年5月7号 河南一光棍被欺负后 导致的是二死四伤 2023年5月7号 同样浙江新金华市 因停车问题两伙人斗殴 那么一人手持两把财刀效仿中国的革命领袖贺龙同志 砍伤一男一女 2023年5月8号 河北省成德市刘彦龙连续刀伤数人 2023年5月8号 河北苍州市一男子开车故意将人撞飞 然后2023年5月8号 吉林电子信息职学校技术学院发生惨案 只因一个座位的问题 同样还是5月8号 广东新兴县当街砍人 男子刚办完离婚就用刀伤害他的前妻 同样5月8号 福建南平延平盲荡镇政府 在宝珠村拆猪场时 养殖户使用所谓的县战枪 击伤庶名政府人员 昨天咱们说了这事 但有人说是自己改装的射精枪 但不知道反正这事情就是发生了 然后福建宁德一男子发生了事情 咱们就快速点快速走吧 2023年5月10号 江苏的无锡江阴枪击案两人身亡 2023年5月10号 山东济南村支书刘继杰三口被灭门 然后这个2023年5月11号 重庆九街当街砍人 然后2023年5月12号 辽宁丹东东港市马家港村一屠夫 因土地纠纷村长偏袒 连伴11人 然后2023年5月12号 广东中山男子开铲车街头乱照 2023年5月13号 山西省吕良市兴县郭某亮 因感情纠纷七死十一伤 2023年5月13号 安徽女子及二幼女手绑一起坠合 那么疑似是遭重男轻女的婆婆辱骂 改天我们专门在录西 这个时候让我很有感触 然后2023年5月14号 贵阳一男子手持剪刀 在延误街口见人就伤 然后2023年5月14 北京人大附中通州校区 校长被砍了 高二学生连伴三人重伤两人 2023年5月14号 河南洛阳市西宫区 鹏翔小区两小孩打架 家长弄死对方的小孩之后 在跳楼自尽 2023年5月15日 上海地铁二号线车厢内 一名黑男子持刀行凶 然后2023年5月16号 浙江绍兴48车交警中队长 陈永虎罚款抢劫时 遭越野车冲撞 拖行700米 不止之呢 好 那么咱们就读到这里吧 还有一些我没有读的 因为油管的限制 不让说 没有办法 但是大家从这个 长篇累读的这个信息当中 你也可能感觉到 中国的底层 不是说像一座火山那样 在酝酿的喷发 它就是一座火山 它随时可能喷发 这片土地上 这片土地的土壤 它吸收了太多的痛苦和血泪 全度的三年大风控 有多少人在这个国家上 变成了整个家庭 就它一个人 父母 姐妹 甚至亲戚都没了 江绍兴网上有一个这事 还记得吗 对吧 类似这样的 这片土地吸收了太多的这种血泪 催生出的 葡萄可以酿成酒 粮食可以酿成酒精 那么这个痛苦会酿成什么 你们自己去想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今天 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会影响中国统治的根基 其实中国的历史 咱们不之前说过 它是一轮又轮的这种更替式作业 开创一个朝代 政治比较清明 迅速腐败 老百姓反抗 镇压 然后积累社会矛盾 财富高度集中 然后社会爆发 一个革命也好 暴乱也好 反叛也好 社会经过多长年的大折腾 大纷争 大的人口锐减 然后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是一直一直这么过来的 那么我们最近一轮可以参考的人物 那么有且只有 不是八九六四 有且只有就是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可以说 不管他是光明也好 阴暗也罢 他确实开创了中国近代 中华人民共同国 作为开国的元勋开国之父 他享受 至少他自认为他享受这个待遇 这个名誉 但实际上你想想 毛泽东在他政权稳定之后 干了多少缺德事 什么打跃进 三年自然灾害 包括各样的运动 包括最著名的文化大革命 你会发现 拿当初的文化大革命 对标今天 我们依然说现在是文革2.0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2.0之所以就有一个2字 它就是跟1.0 它不一样 就像这个枪毙王妃的呼声 就像这个举报无精的这种投诉 虽然没有用 但是这种东西 在当初文革的时候 可能可是没有发生过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道理 咱们观众的朋友里边 有一些老先生 你们可能是文革时期过来的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那个时期 对于毛泽东的盲目崇拜 那种神话 今天习近平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哪怕他非常享有 但是他没有 那个时期的洗脑是很严重的 但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个时期所谓的三年什么自然灾害 就是村口知道吧 一边占一个民兵 手里拿着什么呢 就是拿那种普通的二战时候那种步枪 还不是现在那种先进的 没有 就这种破的那玩意 甚至有的就拿个红鹰枪 就拿个红鹰枪啊 一村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 饿死 他们都不敢出村 你说正常情况 别说说一村上万男女老少了 你这村里边有十个 有一百个壮年小伙 趁着还要力的时候 干翻了村委会 他们就能逃荒 整村 整乡的逃荒到其他省份 就能活下来 那当时这粮食的重点在 就那几个区域嘛 那哪怕到其他地方 他要不来粮食 他啃其他地方 没有被啃光的树皮 那些野菜 他也能活下来 但是这些人当时就那么怂 就是活活的自己死在家里面 不敢出去 为什么 其中对于政府的盲目的崇拜啊等等 这种包括历史上的 这个继承下来的奴性 是最重要的主要 或者说决定性原因 但你看今天这种历史 我认为不会重演 为什么 因为技术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你看古时候罗马 罗马的疆域很大 但是你想象一下 其实如果没有地中海 作为它的内湖的话 罗马是不可能发展到那么大疆域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历史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我的士兵 在多少一个若干市几周啊 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内 我的部队能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至少都有条件 作为我的帝国的一部分 太长了 你说那边叛乱了 我这边军队走 进朝鲜都要专门送去它那个技术部门 给你抠掉一个装备 抠掉一个什么东西 让你收不了外面的台 只能收朝鲜的台 严格的思想控制 不让大家接触到外界的信息 我告诉你外面水深火热 你甭我信不信 你只能听见我的声音 长久以往下去 基本人们有怀疑 也淡了 就算是有怀疑 慢慢的也被自我说服 对外面一定是水深火热 只有这一种 这一条路 才有可能维持当年毛泽东文革时期 这套玩法 统治比较稳固 像金三胖他们 都成那样的很稳固 可是眼下中国呢 它具备一个条件吗 它不具备 那中国的老百姓 什么叫开民制 不是说一定是民众思想局务 有多高叫开民制 这个民族的人民 它吃过贱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算是一种开民制了 它见识过 所谓的万恶的资本主义的美好 它见识过外面的广阔天空 你现在习近平你说 你先把它再关起来 关不住了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 你以为党员都忠诚吗 我告诉你 大量的反贼 其实是在他们党员的内部 去年那个习近平 专门开会讲什么 严格控制叫什么 低级红 高级黑 什么意思 就是表面打着 我们常说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 表面是在夸我 实际上是在催我 造成强烈的影响 这种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中 咱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 那么为什么 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他们中国共产党内部 有人故意去做 装傻充愣 不会发生很多事情 这事情太多 我们来不及举例子 这就是人心的变化 所以习近平 或者说咱们当今圣上 他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不是说他一定想要毛泽东时期 因为毛泽东时期 它是一个很贫穷落后的时期 就算老毛他所能享受的 无非也就是山珍海味 是吧 前呼后拥 那咱们圣上是不满足这一点的 他本身也是个喜欢享乐的人 所以他是属于既要又要 两手抓两手都要用 我既要前呼后拥 唯我独尊 我又要物质生活享受 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难办了 你要物质开放 资源丰富 那么你在一个已经见过外面美好的中国 你这就办不到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习近平用这个思想现在在钳制整个中国 想把中国重新的带回到毛泽东时期 但是还是那句话 历史是有它的惯性的 任何人挡在历史的车轮面前 它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并不是说我说怎么怎么样 而是事实决定的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圣上说我要定于一尊 我要一言堂 那么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产生所有的官员 坏消息不敢给社长说 好消息报上来 并且虚假报告 隔功颂德捧着他捧着他 让他处在一个绝对的舒适区里边 那么下面呢 麻烦困难 包括贪污的东西全部往下压 压力由百姓承担 这是一个基本的固定的 我们可以说一个政治的链式反应 这个应该不会有人有疑问 好 那么历史反应到这可并不算完 如果在古代像毛泽东时期 我新闻不报道 我国境线 外国人进来 我要严格审查 我互相信息不通 那么不管是在外国的媒体上 还是国内的媒体上都不报道那种什么 饿死几千万人 从来不说 就是我们人民人定胜天 我们怎么战胜饥荒 那么那些饿死的几千万人 虽然有几千万人 但是他们在这个宇宙里边好像就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 对不对 那么对于独裁者来说 对于定于一尊的当时的毛泽东来说 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损失 不管是他想通的生活 就是说物资方面 还是说他想通的精神领域 就是他的这个权利 他的自尊 他的这种尊严领域 这种崇高领域 也没有损失 没有人知道他这事情 事他自己都不会知道 下面人就把他瞒住了 但是今天呢 今天咱们能在这里调侃也好 分析也罢 观察也罢 中国国内的种种现象 我们依赖于今天网络的科技 依赖于墙内普及的手机 你中国今天 你能把所有的手机 你可以在华为里边 安装各种各样的信号 安装各种各样监控监听 这个这种设备 但是你能把手机 从人民手里夺走吗 你能把手机像当初剪辫子一样 留头不留发 你能把这手机都给收上来吗 你做不到了 这就是时代不同 导致一个根本区别 科技改变生活 这句话广告词 但是用在这里无比的贴切 现在的科技变化 就像古时候的罗马军团 当时罗马军团冠绝全球 如果当时罗马军团 有今天的美国大型运输机 那么理论上来说 罗马凭当时他的军团实力 不考虑路途的情况下 他可以征服全世界 技术改变生活 同样也能改变政治格局 那你想一想 独裁者的生活 习近平跟老毛的根本变化是 虽然他们物质都一样 就是说他的这种状态 但是因为年代不一样 我们的这种中国底层官员的这些丑态 这些做法被传到了海外 于是就有了什么 为维吾尔人生源的这些事情 就有了各种各样的 为什么彭帅生源的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以前是绝不可能传出去 但是现在传出去了 那么不只要传出去了 只要出了国境线 谁受损 咱们圣上的面子就受损 这是一种精神的虚拟感受 但是你又少它不行 因为独裁者在物质丰富之后 独裁者对于物质的享受 其实很快就会厌倦 虽然标准它不会下降 但是它这种东西 并不能给它带来满足感 它需要的是精神的东西 是这个方向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才需要 全世界都哈着我 全世界都踪着我 全世界都供着我 万国来朝 今天我看看晚点 如果有时间 下来有点事 如果等会有时间 我再给你们录一期 中国中亚峰会的事情 你看看好家伙五个国家 捧着咱圣上玩的 那个有一个嗨 那边日本他们在开着 真正重要的G7会议 这边弄几个中亚垃圾国家 自己跟那自嗨 但是你看咱们圣上笑了多么开心 那种状态 那种由内而外的开心 那种感觉 你就看他当年去国外参加会议等等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个笑容是由心而发出来的 他喜欢这种感受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统治根基 其实已经是 虽然没有人敢往上报 是危如累卵的 虽然网络上你也能看到 铺天盖地的各种五毛粉红 甚至海外 还有很多离岸爱国者 不是那飞蛋 离岸爱国者 但是实际上 真正的中国的沉默的 愤怒的那些大多数 他们没有机会发言 他们也不敢发言 他们也不会发言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会愤怒 我老说 包括习近平 其实他也知道 中国真正的反贼 在党的内部 当年邓小平他们 怎么夺了这个华国锋的权 邓小平是外人吗 那不是他们党内的人吗 对吧 所以野心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圣上有 他们下面的那些人也有 昭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他未窜时 谁也不知道 这些大老虎里边 到底藏在哪呢 但是他们共同都需要一点 就是中国的百姓 极度的痛苦 到中国的百姓 普遍存在一个恨主如仇 就跟当年日本 那个浪人的时期 恨主如仇的时候 那些人他们就会下场 就会引导民众的愤怒 来完成他们掌握权力 利润等等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至于说是谁 那我不知道 我也不可能知道 这是我根据历史的规律 和政治人物的心态 而做出个推测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能快了 短则三五年 长则十来年 最长了 我认为变化就会发生 所以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别人的观众我也管不着 是吧 我也没法管 但是咱们的观众 我要再三的提醒 中国的这波黑暗期 不会太短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咱们前面说什么 枪毙王妃 有关部门 他们也都知道 你们什么意思 不会说 你说枪毙王妃 你说逮捕吴京 他们就真这么干 他们不仅不会去逮捕 和枪毙他们 反而会认为 你是对政府有怨恨的人 人家都清楚 他们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也知道你在想什么 所以说保护自己 有些事情咱们可以看 一定要注意及时的翻墙 观察海外的局势动向 不管你看谁的姊妹 你看谁的新闻都可以 英文的中文的都可以 但是你及时关注 我们了解政治 但一定不要参与政治 把嘴闭上 不说话 现在有脑子的中国人 死一个少一个 甚至说你死掉一个 或者闭嘴一个有脑子的 多数的一帮粉蛆 人种退化 所以现在保护自己 就是最大的爱国 我不会煽动你们去 让你们去上街什么的 保护好自己 等待这个痛苦 都达到巅峰的时候 我这时候说好几次了 让那些岁月静好的人 也挨上他们亲爱的 祖国的铁拳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局势自然会有变化 到时候顺势而行 顺从你们自己的本心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到时候就很随意了 好吗 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不是我们这一期视频 能讲清楚的 可能我们要讲很多 其陆陆续续的 但是整体的 总的这种模型 和路线这个意思 我应该今天说了一个大概 还不能说 我不敢说自己说透了 以后有机会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慢慢来探讨 好了 今天这个说的可能有点长了 咱们就调调让了 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的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